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 余政生主席在报告中提出 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这也是近20年来全国政协主席在工作报告中 首次明确提出反腐败 余政生还强调 2015年人民政协将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履行职能 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 奋力谱写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 当谈到两岸议题 余政生表示 政协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 完善政协委员和台湾民意代表互访交流机制 就和洛文化 两岸农业合作 宗教文化 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等 加强与台湾岛内有关团体 代表人士和基层群众的交流 增进两岸合作民意基础 未来一年还将大力宣导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为团结岛内基层民众青少年多做工作 这次两会我们东南卫视也派出了记者团附近采访 来看本台记者吴申发回的报道 余政生所做的政协工作报告 引发了在场两千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热议 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那么究竟这份报告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又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说到四个全面 相信一定会成为今年和未来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发展和中国各项工作的一个核心 因为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还是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深化改革 以及全面从严治党 那都会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而在今年两会上 他因为这是刚刚提出了 他发酵的会更快 所以我们从今天下午的政协会上 已经从余政生主席的报告当中 看到了今年的工作部署的第二项和第三项 都是围绕着四个全面来开展和部署的 今年两会 其实我更加关注的 还是深化改革的坚持和坚守 因为相信今年的改革 一定会比去年还要艰难 因为在反腐的大形势下 一定程度上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 或者说不同的观念意识 因为触及到了他们的要害 所以是会产生一定的阻力的 三月的北京 全国两会大幕开启 五千多名代表委员将从四面八方 带来一份份的提案议案 大到改革治国 小到采米油盐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时间里 全国的人大代表和这些委员 将会围绕一系列的话题 进行讨论和掺证议阵 那么究竟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对这些两会又有哪些期待呢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我最关心的可能 一个是空气污染的治理 然后因为最近也是 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个话题 咱们国家要想兴旺发达 必须要把反腐的工作 要彻底进行下去 这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最大的心愿 外地人在本地来上学 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就关心社会治安 对吧 让社会治安好了 对我们来说都好 医疗费太贵了 现在是吃得起饭 还能吃特别好的饭 就是看不起病 期待我们有好的 给国内过脚 有好的政策 梳理民众对于两会的期待 无论是真金白银的收入增长 还是养老医疗教育的具体改革 背后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增进民生福祉 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更期待改革好声音 变成福祉大红包 汇丽千家万户 对于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 台湾媒体又有怎样的报道 他们的关注焦点又是什么 来看本栏目驻台记者陈彦涵的观察 好的 欣灵 2015全国两会的照刊 台湾媒体也是十分的关注 台湾的TVBS 中视 中天等电视台 都派出记者前往北京进行采访报道 而平面媒体旺报 则是特地开设了大陆两会的特别报道板块 足以见得台媒对于两会的关注度 而在两会召开的第一天 台湾媒体最为关注的 就是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 尤其是在国民党九合一选举败选之后 大陆如何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那旺报首先就报道了 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的发言 那新闻标题是陆政协让台人分享和平成果 坚持两岸和平发展 维护巩固政治互信 同时台湾媒体还解读说 大陆两会之后对台的政策主调 将仅扣三中一清 及中南部中下阶层中小企业和青年 而台湾还观察到 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是否能够保期 是境外媒体关注的一大重点 那么这个新闻标题就是 两会热点外媒聚焦录GDP保期 自贸区一带一路 其国旗改革也是成为了热门话题 那么关于全国两会的相关话题呢 我们还是请教一下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 那请问一下教授 您对这次全国两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期待当然很大 像大陆的整个环境治理的问题 是越来越重要了 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不但重视经济的量 也重视生活的质量 那么那在生活质量里面 环境治理当然非常重要 在整个环境治理上面 像雾霾的治理 像是水的治理 污水的治理 像空气的治理 或者是像某些工厂 过度的粉尘污染所造成的一些治理 都会越来越重要 那另外一个 两岸之间的问题 当然我也希望是两会里面的一个重点 因为两岸在国民党去年的11月29号 那在九回一选战产败之后 很多人都忧虑 两岸之间未来会不会走入一个兵和棋 会不会产生一个僵局 所以这次如果在两会里面 能够针对两岸未来的和平发展 能够有比较积极的发言 那其实对于两岸的发展 对于两岸的民心 对于所谓的两岸一家亲的思维的形成 那么都会有正面的效果 好的 谢谢教授 那下面我们把时间换给福州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3月2号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就中方将举行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 答记者问时 做出正面回应 华春莹表示 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 并参照各国做法 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包括举行纪念大会 阅兵式 招待会和文艺晚会 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针对外界有人猜测 中方举办阅兵式是为了嗅肌肉 华春莹进一步回应称 中方举办阅兵式 五片的做法是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 一个重要的一环 目的是为了显示 中国和世界人民 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能力 并不是为了要向谁来秀肌肉 华春莹二号说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战场爆发时间最早 历时最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信心 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华春莹表示 今年我们将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同时还将邀请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 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领导人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 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获其遗属出席 对于华春莹提到的这次阅兵 中方将根据惯例并参照各国做法 那么所谓的惯例及各国做法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因为俄罗斯的红场阅兵 包括胜利者日阅兵 再加上纪念诺曼底胜利的阅兵室 它都加入了老的元素 过去的元素 在这次阅兵室中 我们可以看到老兵方队 老武器方队会成一个巨大的亮点 那么同时呢 作为一种阅兵室 它要把目前主要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 要进行一些展示 它要缅怀历史 放言未来 所以这两点呢 都应该是在整个阅兵室中 必须要出现的最核心元素 我想从地点来看呢 我们国家9月3号的阅兵室 看点很多 另外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通常像这种规格的阅兵室 从前期的组织策划到具体的执行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这种阅兵室跟国庆阅兵相比呢 有可能会更加复杂 因为里面的新元素的加入 会让整个核链过程进一步延长 每个国家呢都不太一样 从我们国家国庆阅兵来看呢 一般是8到14个月 从现在看 如果组织各种训练 特别是现役部队的训练 有可能已经着手 那么老兵方队和老武器方队 有可能要在整个阅兵过程中 逐渐加入 因为现在无论是老兵的寻找 还是老武器的修缮 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从现在看 我们现在经过8个月到9个月的这种演练行动 完全可以实现现在的一个基本目标 所以从现在看 抓紧各种训练 加抓紧老元素的介入 应该是当务之急 我想目前各种阅兵准备活动 已经迫在眉睫 下午话题我们来连线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叶海玲 和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的 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 其实之前早就有传闻说 中国将举办二战胜利阅兵 但是官方一直没有证实 直到现在 海玲兄 你怎么看待外交发表人 在这个时间点来回应这个消息 我觉得可能跟这十年后 我们马上两会召开再继有关 而且也进入2015年了 老实说这样一个2015年发生的事情 如果挪到2014年 就去宣布的话 有点显早 但是阅兵的确需要时间去筹备 那么包括有一些相应的 国际上的一些我们邀请的客人 也要提前邀请 所以我想也是需要准备时间的 那么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在两会召开之前 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 我觉得有一方面 有它的这个时间上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也有 在两会期间传递消息 那么能够更显得 这件事情是一个国家行为 它更加郑重 它的这个相应要达到的效果 也会更明显一些 华顺英说 这次阅兵目的是为了显示 中国和世界人民 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能力 并不是要向谁秀肌肉 海灵兄 您怎么解读 的确 我们不是为了炫耀武力 但是展示武力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想也谈不上说是我们阅兵士 它没有任何军事意味 那么首先阅兵士不可能没有军事意味 那么现在的阅兵士 也不可能不跟现在的安全形势有关 我想中国的阅兵士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因为现在在亚洲地区 亚太地区 有国家特别是有战争的发动国 要否定历史 要篡改历史 要把这段历史翻过去 所以我们作为受害国 作为保卫 我作为反法式战争的参与国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活动 来为历史证明 那么这一次的阅兵活动 我想最主要的是一个面向历史 面向未来的活动 另外也有文章指出 这次阅兵将强有力的把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 给立起来 把我们的受害程度和所获成就 也在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中立起来 切超社就怎么分析 在二战里面 东方战场 最重要的东方战场 就在中国 在中国大陆上面 它所发生战争的时间最长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由中国大陆的军民 在独立的对抗日本的军国主义 而在整个战争的过程里面 中国所付出去的牺牲 是三千万以上的军民的损失 中国人的人命 能力 财务 所受到的损失 严格来说 然以估计 更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中国军民的合力对抗 日本的军国主义 二战 不会打得这么顺利 也因为中国大陆牵制了 大部分的日本的军队 才使得日本的军队 无法顺利的在印度 与西方的德国意大利的 法西斯同盟 在印度会施 所以中国大陆在整个 二战的过程里面 它是扮演非常大的一个 重要关键的角色 而它付出的牺牲代价也最大 可是因为在二战以后 种种的历史因素 使得中国大陆 使得中国人 在整个二战里面的贡献 被忽略掉了 甚至被遗忘掉了 这几年来 已经有很多西方的历史学家 在重新的审视这一段历史 把中国人在整个二战里面的贡献 把它再重新的提起 而这一次 在二战胜利纪念的七十周年里面 中国半立个大阅兵 把中国人在整个二战里面 所付出的代价 所产生的重要的历史的意义 把它给凸显出来 也使得整个中国人 在二战里面 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跟评价 那么更重要的是 在这时候办一个大阅兵 也可以产生一个鼓舞人民 激励人心 凝聚士气的一个积极的效果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中心网援引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在二号的自民党 推进完善安保法制总部会议上 提出了五种自卫队 在海外解救日本人的活动势力 包括日本人乘坐的飞机遭劫持 日本大使馆遭武装力量占领 日本人为撤离该国而聚集的场所 被群众包围无法入内 为撤离该国而聚集的部分日本人 被武装力量挟持到别处等等 日本政府还再次提出除了正当防卫外 还应允许自卫队为完成任务而使用武器 具体希望放宽到能够进行威慑射击 先是为拓宽自卫队活动领域进行了多番的努力 现在又要给自卫队颁发武器使用许可证 不到两个月就施展出解开自卫队身上 所有绳索的连环剂 再这样下去 日本自卫队自卫的性质就要发生改变了 说完日本再来看他的老大哥美国 根据新京报援引外媒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官员1号宣布 美国和德国于本月2号到7号派遣飞机 在俄罗斯领空进行侦查飞行 两国的侦查活动将在开放天空条约框架内进行 执行任务期间 俄罗斯将派遣专家搭乘同一飞机 以监督美德观察员操作和所用设备 是否符合条约规定 俄罗斯方面同时透露 俄罗斯依据同一条约在3月1号到8号 分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空进行侦查飞行 虽然俄罗斯方面有表示说 俄罗斯与西方相互空中侦查 意在提高签约国之间的军事领域的互信和透明度 但是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手段 避免对方真正的获取自己的情报 目前看来所谓的开放天空 象征意义仍是大于实质意义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今天再度受邀赴台演讲 这次面对的是大学生 一开放网络报名立刻秒杀抢光 原本开放2000个座位 后来增加到了2400个 而演讲中开放提问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现场提供学生一组电话号码 让大家传短信来提问 那么在演讲上 马云就跟台下的所有学生们一起分享了 他自己创业的一些经验以及心得 那么同时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还有现场很多的同学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马云那种风趣跟幽默以及真诚 还有就是平等待人的一种态度 在整个活动的最后 就是马云针对300条短信所征集的问题 那么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那么在那其中的话 马云所展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对于学生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马云这次访台还带去了一个非常丰厚的伴手礼 阿里巴巴昨天宣布将在台湾成立一个百亿元新台币的基金 用来支持台湾年轻人创业 再次展现大陆电商龙头企业的大手笔 下面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来关注 3月1号晚间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 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 2号伊拉克出动了近三万大军 兵分五路对萨达姆的老家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此前一直转弱无力的伊拉克政府 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台湾视频留言邱毅张有华会有深入的解析 不要走开 往后回来我们继续 欢迎您继续收看盼盼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青林 在美国为首的反恐国际联盟持续空袭下 伊拉克反恐战局一度陷入了胶着 1号晚间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 青角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正式开始 第二天伊拉克出动了近三万的大军 兵分五路对萨达姆的老家 也就是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媒体就认为这次行动是伊拉克政府夺回北部领土的关键一步 3月2号战斗正式打响 伊拉克近三万部队和民兵 兵分五路向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提克里克式进发 并形成包围之势 同时伊拉克空军提供空中支援 在行动开始数小时之前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召开新闻发布会 呼吁一些逊移派武装人员 拿出最后的机会放弃支持极端组织 并承诺有条件特赦他们 伊拉克媒体称 总理将在萨马拉市亲自督战 从恐怖组织手中解放提克里克 一些武装分子则从提克里克逃出 本次行动的详情目前仍不为外界所知 但据伊拉克方面的线人透露 由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在沿途的道路和防护内设置了大量的爆炸装置 伊军行进速度较为缓慢 目前伊军已经收复提克里克城 东部和西部的两个区 打死60名武装分子 他们自身也有人员伤亡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一名指挥官表示 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指挥官 参加了本次的军事行动 而美国国防部则表示 美国对本次行动没有提供任何空军支援 提克里克位于伊拉克北部 是萨达姆的老家 同时他也是通往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摩苏尔的必经之路 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协调员 约翰·艾伦称 伊拉克军队夺回提克里克的战斗 是一个考验 而伊拉克军队夺回摩苏尔的计划 则需要精心准备 不应为其设置时间表 有媒体报道 在伊拉克向伊斯兰国 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 伊拉克北部邻国 土耳其的国防部长 伊斯梅特·伊尔玛兹表示 土耳其目前还没有决定 以何种形式协助解放 对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市 他指出 如果其他方面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 土耳其将尽所能满足其需要 相关话题 我们连线台北演播室 叶涵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清零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台北演播室 请到了两位嘉宾 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呢 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 邱玉教授 邱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那另外一位呢 是台湾的时日评论员 张永华先生 邰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对于伊拉克战场 在普通人的印象当中 这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通常手段非常残忍 而且呢 他们的攻势是非常凌厉的 但是现在呢 伊拉克的政府呢 反过来有底气 来对抗这个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教授您分析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变化其实很耐人寻味 我把它分析成几个因素吧 在美国庞大的压力之下 那么马利基下台了 那么阿巴迪呢 上来担任新的伊拉克的总理 那么阿巴迪上来之后 很明显的 他在整个整合的工作上面 做得就非常的好 那么就产生了 我要讲的第二个因素了 从巴格达的反攻的 一个动作来看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除了伊拉克的 安全部队之外 他有什叶派的民兵部队 也有逊尼派的民兵的武装部队 那么再加上了还有其他的 像是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海外的圣城旅里面也有人参加 甚至呢很多人谈到说里面也有一些库尔德族的武装部队也在其中 这个在过去 马利基担任伊拉克总理时候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那么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说 在伊斯兰国开始肆虐的时候 那时候伊拉克的地面作战部队 也就是他的安全部队跟民兵部队 其实的作战能力是不强的 经过美国的军事顾问团的训练跟装备的加强以后 他们的作战能力也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次反攻里面 他的空中作战的部分 美国是没有支援的 是完全是由伊拉克的空军部队 那么自己来负责空袭的动作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整个伊拉克不管是地面作战 还是空中作战的作战能力 都已经比去年大幅度的提高 我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之下 构成了伊拉克的政府 现在有能力反手围攻的一个这样的态势 那对于战场的选择来说 伊军目前选择的这个主要战场 是北部萨拉赫丁省的首府提克里特 那这里是萨达姆的故乡 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来发动攻势呢 提克里克各位知道是海山最后藏身之地 整个伊拉克的水源 你尤其是巴格达的水源 都是从提克里克那边过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必须要团结 那更重要的 过了提克里克 你向东的话刚刚好是石油区 石油区刚刚好跟伊朗接朗 如果这一块石油区 产油区域是被IS再控制的话 这个对伊朗影响实在是太大 我觉得这些类似民兵的组织 还有像包含伊朗军队的协助 它纵然能够收复 但是能不能够击溃所谓IS 我是存疑 因为毕竟民兵的兵力 都是轻装兵力 而不是重装兵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是打下了提克里克 才是问题的开始 要谈提克里特 就要先谈摩苏尔 摩苏尔基本上就是 现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 最大的大本营 可是要收复摩苏尔 在巴格达跟摩苏尔之间 最重要的据点 就是你问到的提克里特 提克里特不只是 萨达姆的故乡 不只是伊拉克里面 逊尼族的大本营 它也是在伊拉克的首都 巴格达跟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 伊斯兰国的大本营 摩苏尔之间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据点 那么所以说今天要把提克里特拿下来 拿下来的话就等于下一步 就是整个反恐的盟军 就要大举的进攻摩苏尔了 那确实呢 这一次的这个战役呢 美国方面是没有提供空中的支援 而且美国还说这个收复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 摩苏尔它是不应该设置时间表 这些都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提克里特我拿了下来的话 我优先保障 我南北部 南部的游园区跟东部的游园区 我就可以保障住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除了你保障以外 你摩苏尔你又跟逊尼派 跟什叶派不一样的 它是库尔德人的居住区 所以美国为什么并不居于收复所谓的摩苏尔 这个里面除了军事原因以外 那更重要的 你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种族的因素 还有经济的因素 还有游园的因素 还有一个 对库尔族人 你要不要支援他的军备 现在美国内部正在争论 提克里特就是说 美国就是说纯心要测试伊拉克 你看你部队能不能整合 你部队整合 如果提克里克 那你拿了下来 为什么到了摩苏尔 没有时间表 那他就是希望说 伊拉克你收复这个地方 只要你把北部的摩苏尔 提克里克跟南部的巴拉斯 这三角地带的游园区 你全部掌握了以后 你伊拉克才有可能有中心的希望 今天或者是阿巴迪 用伊拉克的安全部队 结合了逊尼派 什叶派的民兵 他有能力把提克里特拿下来 但是后面的工作 那就要由美国跟 美国的带领的反恐联盟 来一同帮助他完成 那现在呢 这个伊斯兰国 确实是有一些 所谓的生财 知道就是人质事件了 那么他突然间是释放了在 叙利亚劫持的这个19名亚述人质 但是呢 现在还有200多人 还是在属于控制当中 想请问一下两位了 这个伊斯兰国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人 作为人质 那么他们是否还会利用人质 比如说收了钱之后 就会把他们放走 他在绑几种人 第一个绑有钱人 第二个呢 绑参与跟美国 尤其积极参与 跟美国反恐联盟的这些人 第三个他所绑的就是 不同宗教的人 例如说你谈到的亚述人 亚述人就在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嘛 基督徒基本上就跟伊斯兰国的教派 是玩南辕北侧 而且有历史上的仇恨存在 所以他去绑这些不同的教派的人 其实就是有泄愤 造成了很多原来这伊斯兰国 还抱持一点同情之心的人 现在也反伊斯兰国以外 更重要的是 他们所能够募到的裁员 也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伊斯兰国的作战能力 在这一段时间看起来 也不像去年一开始的时候 气势这么强了 非常谢谢两位精彩的分析和点评 下面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清零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来关注元宵灯会 元宵节马上就要到了 两岸灯会的重头戏之一 马尾和马祖再次携手举办 两马同春闹元宵 3月2号是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福州马尾正式亮灯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这里是判断食品 和环保节点的理念 共分为喜迎新春 现代马尾 历史马尾 两岸清晴 卡通世界五个篇章 情与景交融 欣赏与娱乐兼具 去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其中福建片区有22平方公里 在马尾 等会通过一系列故事场景灯组 生动地展现了千年古港 马尾的历史变迁和发展 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看 此次两马同春闹元宵活动 马尾区赠送的40组大型花灯 已于2月26号送往马祖 另外两马交流团 今年同样按时赴约 由台湾游客组成的500多人旅游团 于元宵节期间到访马尾 而福州的表演队伍 三号前往马祖参加庆元宵活动 并演出福州传统剧目 与马祖相亲共度佳节 共续相情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开线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进入我们的新浪微博 也欢迎大家锁定收看东南卫视 海海资讯带新闻栏目 海峡新干线和海峡五报 我是金青林 在福州 祝您平安 我们再会